大家好,这里是千锋好程序员大数据,我是讲师梁书 接下来的Flink课程是由我来向大家来进行介绍的 我们在学习整个课程过程中呢,如果要是有任何的疑问 我们可以加入千锋大数据学习营 那整个的学习营里边呢,有我们整个的教学团队 你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我们这个群里边做任何的探讨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的Flink课程部署 首先呢,我们在学习Flink课程之前呢 我们需要对整个Flink进行个初步的认识 有了横向的一个认识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Flink的集群部署起来 在部署集群的过程中,你会接触到各种模式 那比如说有local模式,standalone模式 以及on样模式,还有HA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接触到代码层面了 那在代码层面,我们会接触各种的组件 那比如说datestream以及datest 基于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对整个开发过程中 涉及到这些优化机制做一个深入的了解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接下来又会熟悉一个窗口操作 那我们学习streaming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在指的是spark streaming 在学习spark streaming的过程中,你肯定会接触到一个窗口操作 那我们Flink呢,也有一个窗口操作 其实呢,整个的开发背景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操作的方式有所不同 那在最后呢,我们需要用Flink对接一个消息中间键 我们在这儿是用的卡夫卡 让他们来对接起来,涉及到哪些代码 以及需要注意到哪些层面 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前显易懂的方式来进行讲解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接触到我们Flink是基于哪些场景来进行消费数据 消费到数据,接下来是怎么去操作 好,那通过整个过程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Flink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流失处理的这个计算引擎 以及对以后操作Flink项目打下坚实的基础